喂,已經立了抽,但天氣仍然這麼熱 令我一個人全身不醉,不舒服 聽說刮沙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馬上找醫師刮兩東西 悠依,你好 你好,Grain 你好,你好 聽聞我今天要獻出我第一次的肉體給你 開心嗎? 開心 不錯,不錯 現在天氣真的很熱 沒什麼我都在家裡涼一下冷氣就算了 但其實涼完冷氣我都覺得周身不舒服 為什麼? 這個在中醫角度有可能是濕邪引起 你外面曬完,毛孔開了 然後再進入冷氣房,涼冷氣 有機會因為外濕的因素 導致濕邪進了體內 另一方面有內濕的濕邪 內濕就是透過飲食 你最近很喜歡吃生冷 其實是周不時的 那些其實很損傷脾胃的 你會不會喜歡吃肉 煎炸 我是肉食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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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其實會加上濕熱的症狀 令到內濕的情況加劇 所以你就有頸跟肩痛 整身痛的問題 那我又沒什麼胃口 又肩頸經常痛 其實關不關呢? 你剛才說的什麼濕 什麼濕事呢? 其實你對的 跟濕邪有關的 中醫角度 濕邪就會阻滯氣肌 而氣肌不痛 有可能會導致痛症 例如你的頸筋膜痛 頭痛 甚至是沒有胃口 口乾的情況 這個時候 我們做刮沙 就可以舒緩剛剛的症狀了 那刮沙又痛不痛呢? 我們去試一下 好 我們馬上去試一下 我們開始了吧 好啊 好 對了 要先脫一件上衣服 好厲害 來 先脫掉 很認真 不因為 你不必收咪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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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嚇到意思 不知道拿什麼 有點害怕 那個也挺有創意的 擺 我們刮沙 首先要準備刮沙油 我們這次 就幫你鬆頸肩膀的位置 其實是什麼油都可以的 最好就用刮沙專用的油 這個就有生薑成份的 有行氣活脫的功用 但如果你沒有的話 用潤膚露 BB油那些都可以的 家裡的花生油 可以嗎 食用油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你不怕大味的話 好 那我們在皮膚上面 加了些油之後 以防刮的時候會刮損 你知道你有刮沙的刮嗎 其實如果家裡沒有 用匙巾 可以嗎 我們最好就選擇刮沙板 或者牛角的 如果用匙巾都可以的 但要注意表面是光滑 不會有凹凸 如果有凹凸表面的話 就容易刮傷皮膚了 那我放鬆 Sorry 有點癢 首先我們要從上而下 內至外這樣刮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枕骨下面 刮到大椎的穴位上面 其實這樣刮是有什麼用呢 那刮沙的作用呢 就可以幫你疏通翻筋 我們有個說法就是 不通則痛 如果你的氣血瘦了的話 痛症就會有 所以我們疏通表面的筋 刺激經絡的話 就可以令到痛症減輕 不是 真的痛 好魚啊 好魚嗎 已經是十分魚 你是有沒有刮過沙 我是有的 但很久之前自己刮過 但其實不是很用力的 不是很用力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是紫紅色 剛剛有聽書的 紫紅色是代表什麼 那很麻煩 紫紅色是不是 塞了 是嗎 平時飲凍東西多 然後你看它的頸椎 它也有一點點向前 是不是看電腦 電話玩得多 當然了 你們周不適 這個不好的狀態 納了抽之後 我們說外濕可能會少了 但內濕可能仍然都有 你不是說你平時很喜歡飲凍東西 吃生懶東西 濕氣仍然都有的時候 然後頸巾薄痛的情況都可能會出現 所以這個時候都可以刮傷 剛剛說到的督物經 就是中間的位置 就在脊椎的附近 所以如果你太大力刮的話 就有機會刮傷這個脊椎的骨膜 我們由中間就向外伸延 這兩條經就叫做膀胱經 其實一般來說 是需要刮大概多少下左右呢 每一個部位最多刮20下 亦都不可以太大力 就有機會刮傷皮膚 亦都不需要強求出到沙 那那個時間性大概要多久呢 每次的刮沙治療 一般就不超過25分鐘 如果多過的話 就有可能有疲勞的反應 但好像我這些那麼紫 通常多久才會散呢 如果第一次刮沙的話 消退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但一般來說 以你這個紫紅色的狀態 最少都要三至七天才會全退 好了 旁邊兩條膀胱經都刮完 我們就去身體側面的膽經 都是斜地刮下去 去到肩膀的位置 手法盡量要輕 皮膚都比較薄 我們有個月位叫肩頸的月位 都是斜方肌的附近 可以重點刮一刮 平時頸甘肌痛 按這些位置都可以舒服 我們打折 我頭就可以折一點 這裡又多一點痛 好 加油 我想問一下 有些人偏瘦 有些人好像我這樣 比較多肉地 其實有沒有關係呢 偏瘦的體質 肌肉就會比較瘦弱 用力的時候就不可以過慢 但都是跟體質有關 有些人的體質出顏色就比較容易 紫紅色 真的 魚葉比較嚴重 這些體質就勞損比較嚴重 你看到這一部分 特別是這些位置 如果是平時我們做的手法 會拖罐 即是用一個拔罐 玻璃罐這樣拉下去 然後這些位置 有些魚點可以放著 刮完之後 真的爽了很多 好 我們儘管給大家看一看 我後面 但是阿醫師如果指到這樣 其實是不是真的 身體很一般 勞損的情況就比較嚴重 平時要多戒口 不要喝那麼多東西 和吃生辣的東西 我會盡量 聽話 下次看我有沒有機會 再獻身給阿醫師 不用客氣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Share 和訂閱我們健康媽的頻道 同時按下下面的小鐘 歡迎留言分享你們想知的題目 下次再見 拜拜